中国高铁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仅仅用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 便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 后世近半个世纪才完成的高速铁路系统 实现了从无到有再到世界领先的蜕变 就目前而言 我国高铁通车总理程已达到2.5万公里 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的总理程还要多 如今中国高铁通车总理程 高铁已经成为了我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崭新的国家名片 今年俄罗斯第一条中国高铁即将开工 贯穿以后将有望成为莫斯科到北京高铁的一部分 该段线路时速最高可达400公里 将助力于新丝绸之路 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又传来了好消息 下一个高铁项目可能再次发落中国 这也是我国为俄罗斯成建的第二条高铁 这条线路全长200公里 总价值163亿美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同来竞标的还有日本 德国和法国 而这三国都是高铁老牌技术强国 都是最早研制高铁技术的国家 不过为何他们都参加了竞标 但进行实地勘察之后又都放弃了竞标呢 原因是即便是法日德这样发达国家的高铁 同样无法完全适应如此高寒的气候 而实际上在高寒地区修建铁路 对中国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例如在去年11月 中车常客就与俄罗斯快速干线等单位 共同成立了高铁技术联合研发中心 专门攻克高铁列车 耐高寒和节能等系列技术研究工作 这也意味着我国在该领域已经占领主导地位